哈喽大家好 今天我们做茄子 那炒茄子一般要多放油 因为它很吸油 那今天呢我们用蒸的 这样你就可以不放油 或者少放油 我们可以让茄子有机会 吸吸我们体内多余的油脂 那这道菜呢 一个夏天经常这样吃下来 会有减脂的功效 茄子洗干净 不要这样狠一刀就下去 这个地方是最糯的 只要削掉提 留下这一段可以吃上两小口 然后我们给它两刀三段 切好后放进醋水里 或者盐水里泡一下 那泡醋水和盐水 主要是为了它不快速的氧化 再呢可能会帮助到茄子皮保留紫色 但不是绝对说泡过盐水 触水的茄子一定就会滋滋的 茄子皮的颜色不是我们能够掌控的 它有的时候会出人意料 所以不建议刻意地去追求 但买茄子的时候呢要挑鲜鲜的 首先看它的皮要光光的饱满的 不要皱皱巴巴干干憋憋的 头和尾出细不要擦太多 颜色偏深一点偏紫一点为好 放入盘中皮朝上 其实好你平时切好就上锅蒸的话呢 泡水这一步都可以省掉 隔水蒸七八分钟 茄子完全缩水了就熟透了 时间到马上取出带凉 那我们来看它的颜色 同样是泡过盐水的 那有些是紫紫的 有些就是灰灰的 那所以说呢买茄子 我们可以买到它的新鲜 但是买不准它的颜色 凉了以后 我们把水沥干 再回到大盘里面拌 你用筷子也可以用手把它这样撕开 水沥干 蒜泥 盐 糖 少许生抽 醋 麻油 如果你喜欢辣可以放辣油 你可以尝尝味道 自己再调整一下 那这是一道非常健康 开胃 而且做起来非常快捷 简便的一道菜 希望大家喜欢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